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长老科学专家陈孟盈 我是蜜亚营养师 现在一年好快就过去了 是 我们上次一起录影是 吃火锅 对 过年 马上就中秋人团圆了 那一样就是其实上一次 营养师已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真的一年有很多节庆 好 所以呢 到了这个中秋 一年过了一半了 大家来验收一下 你有没有变胖 然后以及说 好 如果你今年的成绩不是很好 那你要怎么办 在中秋 我们再次再提醒大家 要怎么去选择对的饮食 好 让自己能够健康 减重 然后又能够 小孩子又可以成长得很好 好 那我觉得先从 最近你在忙什么开始 聊聊 因为都已经一年一半 对对对 像蜜亚最近的话一样嘛 就是还是忙得 处理很多各式不同的个案 那在今年的话 减重的 不只是减重 包含了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案 可能是心脏衰竭的也来找蜜亚做处理 然后一些重度脂肪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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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觉得你越来越瘦了 我越来越瘦了吗 很辛苦 你看我的脸 我大概就是50块便当吧 你大概只有30块便当的大小 真的啊你真的越来越瘦 嗯好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先工商一下 就是刚才讲的这些蜜亚营养师的咨询 可以在哪里找到 蜜亚营养师的咨询的话 你们可以在Facebook 或者是我的IG搜寻蜜亚营养师 然后私讯给我就可以了 OK好 就是FB脸书 或者是那个IG 年轻人比较常用IG 然后搜寻蜜亚营养师 蜜亚是MIA 然后营养师 对就可以找到我了 就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有一些可能 名字类似的 你就认这张脸好不好 明星脸 30块便当的脸哦 对对对 好 那我觉得刚才有讲到一个 我觉得很 我今年也是在努力的就是成长管理曲线 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议题好像越来越发小 尤其在今年 有蛮多的这种健康协会都有在发证 做这个健康管理 就是所谓的已经不是健康管理师 是成长曲线管理 是 可是主要是在针对小孩 对 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聊一下这个议题 嗯 就是说 哎刚好啊 就是 呃 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啊 就是有小孩 然后也很注重小孩的健康 那不只是我们自己妈妈 要减重 那小孩是不是要长得好 长得高 那我觉得先请蜜亚营养师来分享一下 就是所谓是那种什么叫做成长管理曲线 嗯 是 好 那我们可以来几个呃 举个蜜亚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比如说像蜜亚最小的减重的哥兰基兰是国小五年级 应该是大概 减重 是 应该是大概十岁或十一岁左右 那妈妈就大概来减重 其实我非常惊讶 就是哎 为什么国小五年级 我以为是妈妈要来减 但是其实实际上妈妈是很瘦的 所以原来真的是那个小朋友 请问她体重多少 嗯 国小五年级 她的体重大概五十几公斤 五开头 对 比我 已经 总之 总之这个国小五年级大概会是在 140到150之间的身高 对 但是她的体重却有五十几公斤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概念 可能可以想一下 自己的身高跟这个体重 对 那真的是过重 这个BMI是超 超标的 对 那实际上看妹妹也是就会发现 她真的是比较肉肉型 对 那可能会遇到问题就是说 哎 可能一些同财的压力啊 可是一般来说 这种我们班上一定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人比较 发育比较好 啊就是 比较烫腻 啊就是吃了比较多 可是为什么她会想要来减重 出了同财压力 她应该也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 对吗 健康问题的话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还是走预防医学的部分 嗯 我们去预防以后 可能成人之后 可能本身就会有 因为小时候肥胖 小时候胖就是胖嘛 小时候胖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 呃糖尿病啊 的年轻化 三高的年轻化 这是我在做呃营养卫教 可能比较常碰到问题 然后大概就是说 抑制她的呃 生长激素 对性早熟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 哎她过度的发育去增加体重的话 她可能我听到案例是 在国小二年级的女生 她的MC就来 就月经 对那月经开始来的时候 其实她的生长 身高的生长曲线 就会开始停滞下来 哦 所以做体重管理很重要 也是想要继续让身高的曲线 可以再继续发展 而不是在现在就开始停滞 了解 是 好 所以其实也是有感而发说 哎现在小孩 你看国小五年级 就有这种过重的议题 嗯 其实对 我们大部分能够看到 就是体重或外表 对 可是其实这连带影响的 就是我们的器官 对 像刚刚有讲到说这个 抗抗病啊 抗抗病其实就是我们的胰岛素 对 就是胰岛它的退化 然后以及就是说 刚刚就讲这个身高嘛 还有多我们的月经 其实就是影响到 我们的荷尔蒙系统了 所以就是一个体重的管理 原来真的这么重要 对 没错 好 那所以我觉得说 除了这个过胖案例 还有没有那种 想要抑制生长的 有 也是有啊 像我减重了个案的小孩 那他就是跟我说 他定期会带他每个月 回医生那边 打那个抑制生长针 其实就是荷尔蒙嘛 控制荷尔蒙 对 让他也是避免他过度的长胖啊 过度的发育 让他造成生长曲线停滞的问题 其实这是我在现在的爸妈当中 看到非常重要的议题 对 我觉得现在呀 很多妈妈有这个担心 老实说 我在这个妈妈群组里面 也有蛮多人来跟我咨询 就是说 我的小孩 他已经开始在发育了 就是第二性征 女生就是长胸部嘛 那可能是三年级就开始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很担心 然后他们会咨询我说 我是不是应该带去看医生 或等等的 那的确我们的理论上 我们的生理是大概在五年级 六年级 对 大概开始 就是十岁过后 那如果真的提早的话 基本上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正确的时间 那它可能会影响 我们未来的成长的曲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蛮重要 那大家所有有在听的妈妈们 就是接下来一定要听 然后还有 如果你是阿公阿嬷听到了 没关系 这个可能你在广播上面听到 可能你在网路上面听到 都无所谓 只要你们能够在YouTube上面 再搜寻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蜜亚营养师 这个关键字 基本上就可以在YouTube 再重播一次 然后分享给你的 这些孙女啦 媳妇啦 女儿来听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继续来讲 这个成长管理曲线 那一般上我们在 不管在广告啦 以前是讲那个 这个XXX基金 就是白X式基金 大家觉得这个很补 主要就是这个氨基酸 也就是说蛋白质 多补充一些蛋白嘛 才会长肌肉嘛 那现在呢 这个整个市面上 保健品里面呢 又有在讲一些 其他的营养素 那我觉得说 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 那最重要的是 什么样的食材 才是正确的 好 这个我觉得就要进入到说 我们来讨论 接下来 我们应该给小孩 什么样的营养 除了你是过重的 或是提早发育的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身体 给我们的一个警讯 好 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说 我们这个小孩子的营养 应该平时要注意哪些 好 那我们就来谈论一下 青少年发育过程中 我们必须的营养素是哪一些 但我先讲到我们国民营养 调查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儿童们平均摄取蔬菜量是不足的 你讲对了 对 偏食 对 挑食 红萝卜 青椒 洋葱 这是你小孩的问题吗 不是 我常常听到 因为有真的 我也有 待会我也要讲好多案例 给大家听 对 所以蔬菜摄取不足 那可能就是挑食的问题 那也可能是 小朋友现在有一些 可能爸妈很忙 要食儿童 对 那他可能就是拿着零用钱 他要必须自己在外面 呃 买晚餐 那他点心 可能他也 国中生 对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 该如何去做这东西 因为真的 补习班已经不会帮你订便当了 对 就是没有在管理你吃什么 所以他们通常都去便利商店 买加热食品 或者是炸鸡店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都刚好开在学校旁边 怎么那么刚好 珍珠奶茶 哦 珍珠奶茶 大家有听到 你的小孩是不是常常用炸鸡 或者是所谓的微波食品 嗯 然后以及 盘肠饮料 盘肠饮料 来做你的 就是晚餐 对 其实这个真的很严重 其实我们身体的这个所谓失衡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的一日散餐 没错 对 所以说我们的调查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来让小朋友们可能容易蔬菜啊水果摄取不足 那再来的话呢 它可能是会有油脂量摄取过高的问题 油脂 对油脂 第一个是蔬菜 对 第二个是油脂 太多 对 蔬菜水果 哦蔬菜跟水果 对 然后油脂 油脂 对 好 这大概是我们在小朋友的营养问题里面看到是可能比较容易缺乏的营养素误区 对 好 那所以说当然啊 那这些营养素在小朋友的发育过程中它就是必须的 包含了蔬菜摄取不足的话我们就容易缺乏膳食纤维 嗯 对 那再来的话是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发育中 不管是青少年老年人甚至我们一般的成年 其实蛋白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营养素 它包含它在身体面必须要建造你的组织 对 长肌肉 对 所以还有免疫力啊等等 免疫力 其实这也跟我们的蛋白质其实很有关系 了解 然后再来的话像钙质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也是乳品类的摄取也是不足的 哦是哦 对 乳品类 乳品类包含哪一些 乳品类的话包含了就是我们的鲜奶啊 我们的优格优酪乳跟cheese 优格优酪乳乳都可以 还有cheese 对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乳品类 但是可能这里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乳品类在台湾的台湾人的肠道里面 可能发生什么问题 乳糖不耐症 堕敏 对 乳糖不耐症 所以其实可能小朋友他的钙质摄取也是缺乏的 钙质包含了我们的维生素D3 对 那所以这些营养素的缺乏 饮食的不均衡 还有呢 小朋友的生活形态呢 现在大部分的人嘛 3C是不是 对 给的很多 对 那所以就会让小朋友养成了一个 可能活动量没有那么充足 哦 甚至他的睡眠 都在室内活动 反而在户外活动减少 是 所以他的钙质 他的维生素D3也是会容易 对 然后 其实我们吃钙 但是没有D3 也是没有办法吸收 也是没有用的 对 因为他们两个等于是 相辅相辅相辅 你没有办法说 哦你一直吃钙粉 然后 可是你的D3不足 你没有活动 你没有晒太阳 对 你没有维生素D3 这里有一个小小小的秘诀 就是要增加D3就是多晒太阳 对 它叫做阳光维他命 对 我们多去户外的活动 在晒太阳 不是这样你一定要站在太阳下曝晒 就是说你只能在公园里面 或者一个就是你走在树荫下 其实你也是会晒到太阳 是是 甚至还有医生会建议说 一些老人家老年人 特别有这个钙质不足的问题 对 容易骨质疏松 他们建议说 哎这大概一点到三点之间 那个太阳最旺的时候 哎你可以到公园 你就是穿短裤 然后可能防晒 然后你的脚也会吸收到 这个维他命D3 对D3 会产生D3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什么年纪 对 其实国民医疗调查显示说 台湾的所有族群都是缺钙的 没错 对 男女老少都一样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什么时候时期是不缺钙的呢 就是我们在强宝中的婴儿 他每天喝的是牛奶 那时候我们才不缺钙 只要脱离那个时期 台湾人都缺钙 所以其实缺乏钙质 当然跟我们的生长发育非常相关 对 骨骼的健康等等的 所以说那运动量的问题 还有再来就是 呃 睡眠 对 睡眠 你会发现 记得我们小时候 你大概都几点睡觉 小时候你说国小吗 对啊 国小好像刚才九点半就上床吧 睡晚吧 对 然后就是你知道跟弟弟聊天 聊到十点就不知不觉睡 就睡早了 甚至家长也会很早就要提醒你 要赶快去睡 至少严格一点的话还是九点前就要睡觉 对对对对 现在的小朋友都几点睡觉呢 我听到真的十一点都还没有睡 是吗 对啊 所以这其实生长曲线也会因为 呃第一个嘛 就是我们的饮食营养缺乏不均衡 然后再来我们的呃活动量 好就是运动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呃 作息时间睡眠有没有充足 好其实这三大关键就会主要是 影响我们的孩童的曲线发育 好呃我觉得在讲这个 好再跟大家重讲一次 就是第一个饮食 好你的蔬菜水果吃的多吗 啊你是不是油脂类吃太多 其实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是 他就没有办法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 对的对的事情好 第二个就是说 哎我们的户外活动量是不是太少 嗯 包含你使用3C 你可能就变成室内的活动 很那么静态活动 没有办法让他去骨骼 去发展去扩张 好那之内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作息 好就是说呃 我们的生长激素 有他最高峰的时间 好啊如果呢 你太晚睡 他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分泌 是 那你的量会不足 那你刚才就长得比较矮小 嗯 好 这其实不只是身高的问题 好就是说我们各方面骨骼的生长啦 就是跟身高 还有就是说 气管的发育啦 对 脑袋啦 注意力啦 其中力啊 等等 好 那我我觉得刚才听了几个案例 尤其是影视 好那我其实在这段期间也 接受到蛮多的妈妈的咨询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管理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呃 这些妈妈通常一个都有 通常他们都是因为过敏 小孩过敏早上我 哦 就是说啊我的小孩就是 一样一样大概是七到十六岁之间 所以其实是一个在正在成长的曲线 正在发育的时候 但是呢 因为他的小孩过敏 所以其实这些小孩呢都长得比其他同才 还要还小 嗯 好 那这个同时他有这个过敏的问题 以及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好 那斯呢 如果你认真的问他的饮食啊 大部分都偏食 偏食 对 好 营养不均衡 甚至他有很喜欢特别吃的东西 比如说他真的喜欢喝寒糖饮料 特别喜欢 或者是特别喜欢吃油炸类食物 嗯 总之就是不喜欢吃蔬菜 对 特别不喜欢吃蔬菜 好 啊水也喝的特别少 嗯 好 那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说 啊我们刚有讲说 真的饮食 治疗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的小孩来说是很重要的 好 那你选的正确的饮食呢 就会有正 正常的肠味道 好 那我们再细讲一点就是说 你的肠道健康 跟你的肠道菌是相关的 嗯 好 所以啊我刚有讲到这些小孩都有过敏的问题 好 什么叫过敏就是说早上起床打喷嚏 一直用卫生纸在包水饺 好有一些人对早上起床会打个一两下 啊就停止了 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冷空气的刺激 但是如果你到了早上十点 你在上课还在包水饺 那就是真的只是过敏 好 那这个过敏的原因呢 其实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跟我们的肠道健康有相关 所以细问一下都会知道说 哦他们的饮食是偏食的 嗯 水是少的 是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便秘 嗯 好 一旦便秘就是可能两天大一次 三天大一次 大出来是硬硬的 小鸟小鸟屎 对对对对对 羊妹妹大便做得很好 好 那我们呢 就是说 哎好 如果我们这个小孩过敏 我们其实呢 会希望呢 小孩应该要去做一个 224项的过敏源检测 嗯 好 那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过敏源检测 也就是说 你不管是接触性的 吸入性的 还有实用性的 比如说你接触的 比如说成蚊 好 那你吸入的 可能是一些什么 嗯 花粉 灰尘等等的 这过敏源 啊 吃进去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食物 好 那这三样呢 其实呢 对我们的人体呢 都可能会产生过敏的情况 只是说 我们要去做一个抽血 在我们诊所里面 我们就会帮小孩抽血 好 做224项 急性的过敏 跟慢性的过敏源 好 什么 什么叫急性的 就是说你一接触到 比如说你们家有成蚊 你躺在枕头上 枕头上面都是成蚊 好 你一接触到 一吸入性 你就开始打喷嚏 嗯 这只就是 急性的 马上有反应的 好 那如果呢 另外一种 什么叫做慢性的 意思是说 其实你长期在接触你的过敏源 但是你没有很明显的症状 嗯 它就是一种慢性过敏 慢性发炎 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生长的比别人矮小 嗯 然后还有一些营养素的吸收也比较不足 对 对 好 那通常啊 抽完血之后 妈妈们就会很紧张 就会说 原来我们对成蚊是过敏的 原来我们吃青椒也会过敏 原来我们吃鸡蛋也会过敏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吃一颗蛋 一颗蛋这里面就有蛋黄 蛋黄原来是它的过敏源 好 那我觉得大家要不要担心 所谓急性过敏呢 就是说 你天生基因遗传 就是对这个东西 很是会马上辨认出来 马上就对它过度敏感 那这个我们就是可以趋极必修 比如说你急性过敏是成蚊 好 那成蚊其实它有个生长周期 你只要固定可以每个礼拜 都洗你的枕头套 维持 对 维持你的居家或旧寝的环境的清洁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趋极必修 好 把这个修拿掉 好 把这个成蚊的数量降到最低 好 这样就OK 那什么叫做趋极呢 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这些慢性 长期 我们一直在接触的过敏源 对我们会过敏 可是我们却全然不值得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好 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我们原则上对它不会认为 它们有会马上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它过敏 为什么会一直慢性过敏 原因就是我们的肠道粘膜受损 然后呢 这些假设讲蛋黄好了 讲鸡蛋好了 鸡蛋呢 它是从蛋白质 然后被我们的所谓的膜啊 就你的牙齿在膜啦 用你的胃在膜啦 胃酸啊 然后就你的肠液啊 消化液啊 再做一个消化分解成最小最小的分子 叫做氨基酸的时候 才会被我们的肠道粘膜吸收 嗯 但是因为我们的肠道粘膜受损了 对 好 然后我们肠道跟肠道细胞之间有一个空隙 啊这个就像牙缝一样嘛 你的缝越大 就是会卡食物进去 所以当你的蛋白质还没变成小分子的时候 它就卡在这个洞里面 甚至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接触到它 认为 你的肠道 外来物质不好的 可是你的肠道却 你的免疫细胞却不知道说原来是你的肠道的动态大 对 它只知道说它要提醒你 你要赶紧的去做一个调整 好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说我会真的建议所有 嗯 身材比较哀笑 好 同时有过敏 又有肠胃道问题 有这个便秘问题 然后同时 你可能也发现了它在学业上 是专注力不足的 好 其实这都反映出了我们的肠道 是不健康的 嗯 好 那你可以从蜜养营养师说啊我们要改变饮食 从哪里改变 膳食纤维一定要足够 没错 水果 蔬菜 好 我们再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小孩的话蔬菜跟水果要怎么吃才叫做几个 哦 我们的蔬果五七九嘛 所以五的话就是小朋友就是我们一天要至少要五份的蔬菜跟水果 好那其中五份的蔬菜水果就是有三份是蔬菜 两份是水果 哦 要吃到两种水果 两份的水果一定是 最好是多样 哦 多样 最好是多样 然后集中起来大概是两个拳头大小 是它的拳头 它 对 它的拳头 我们是讲不要不要看我的拳头 这是我的分量 不要看我的拳头 这是我的分量 要看它的拳头 对 然后越多样越好 因为不同的水果它有不同的营养素 不同的植化素在里面 包含有各种不同的矿物质啊 维生素等等 那三份的蔬菜呢 家里一般吃饭的碗 的饭碗的话 半碗是一份 所以三份的话大概我们就要吃到一碗半的蔬菜 一天的一碗半的蔬菜 其实它煮熟一碗半的蔬菜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的一个外面一个便当的话 大概可能有时候连半碗都不到 啊 是哦 你要想一下哦 便当的话 那个格子很小 对 很小 可是它有时候 从三格里面去挑掉两格 不要煮三格这样 而且有时候便当店它还放的是玉米啦 哦 对 玉米是我们的 最近菜价很高 对 所以玉米根本就不是蔬菜 那我们能误解了 哦 它放的可能是马铃薯啊 有 哦 豆薯 有没有 嗯 炒冬粉 对 对 或是麻婆豆腐啊 炒豆干啊 真的 全部通通不是蔬菜 都不是蔬菜 对啊 哦 所以其实 所以如果呢不清楚什么是蔬菜的话 记得上那个密娅营养师的脸书 哦 去多看多听多学习多咨询 这样其实对大家 大家首先要建立正确的知识 才能给孩子正确的营养 包括说 呃 对待自己也是嘛 啊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你就是自己的知识要建立 是 那我刚有讲到说 哎 你对 你吃了正确的分量的蔬菜跟水果跟蒜石纤维的话 这个好处是什么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黏膜 它能够是一个呃比较完整的一个呃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好那大家想那大家想想看那我到底不吃这些东西的话我肠道黏膜到底怎么了 好其实很简单 好其实很简单我们如果我们的膳食纤维不够我们的坏菌就会特别多而且因为我们养不了好菌对我们好菌不我们好菌喜欢的是膳食纤维所以你给他膳食纤维他就养的好好菌就能够一直坏 好假设说你今天不吃酸食纤维只是炸鸡只是汉堡只是饼干只是面包这些都是再加工的精致食品没有任何在酸食纤维的情况下 坏菌就特别喜欢 好所以坏菌变多又怎么样 它就会吃掉了我们肠道细胞上面的那一层黏膜 我们的黏膜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 然后薄到直到你的肠道细胞裸露出来洞也裸露出来 就像牙缝裸露出来你的东西就掉进去 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小孩过敏的原因 长期过敏不是急性过敏 这是为什么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你的饮食一定要均衡 所谓均衡就是出国五七九 对好五分五分三分要是蔬菜 两分要是水果越多阳性越好 是鼓励你的孩子吃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当你已经有这些过敏的现象 基本上我们的肠道菌是失衡的 所以呢大家其实要透过补充正确的益生菌 好所以我们呢就是可以使用这个 所谓就是现在在线上呢 已经可以做一个配对系统 AI益菌配对 好你透过你的性别年龄 跟你现在比如说你有便秘问题你就打勾 你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就打勾 好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AI系统它可以从大数据里面帮你去做配对 你的小孩应该要现在要补充什么菌 而且是活菌 而且是足量的 好那我都是一样给 这些妈妈同样的建议 好就先从肠道健康开始 你想想看 你就算给他吃叉叉精 好或是所谓现在的精叉酸 好或是所谓的钙粉 你没有足够的太凉 或者是你的肠道是不健康 你也没有办法吸收 你有可能增加多一个过敏源 是老实说 你是增加他多一个过敏源 当你的肠道是裸露出来的 那你的免疫系统 他一定就没有办法正常的 安全的 有安全感的运作 好那我觉得最后啊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秋节马上要来了 哦对耶 有一些什么是误区 好这样经常啦 我们中秋节一定会烤肉嘛 怎么帮我们的小孩选正确的 哦好如果烤肉 如果好如果针对烤肉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的孟宁刚刚说到的 就是很多的再加工品啊 其实它都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肠道的环境的 好那烤肉是不是就容易吃到 是那个圆圆的饼吗 在加工品就是圆圆的饼 切开里面有红色有黄色那个吗 那个早时说可以少吃对不对 对 或者是尽量不要吃是吗 尽量不要吃 听看到表情了尽量不要吃好 好刚刚那个我们 如果要吃真的不要一个人吃一颗 对对就是分食 如果你吃了一颗了拜托不要再吃第二颗 对分食 分食 刚刚我们的孟宁还特别提醒我 你要做好表情管理 对对对 要不要表情管理 好不小心对那些食物都会不小心 让我出一个 对对对 好所以在加工品的话 其实在中秋节我觉得 我们就不要给小朋友摄取到什么多 包含的像是烤肉的话 香肠 哦香肠 培根 薄腿啊这种 好在加工品 包括说还有像是鱼浆制品啊 甜不辣啦 然后什么 贡丸啦 总是看不到原本食物的样子 对 如果我们真的要烤肉 我们就是尽量是多挑新鲜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可能是瘦的里肌肉片啊 我们可能是烤鱼啦 烤海鲜 花枝 对 蝦子 蛤蜊啊等等 新鲜的食物去来做 摄取会比较好 那记得要搭配上一些蔬菜 比如说我们烤的话也可以 比如说一些带壳的玉米笋啊 角白笋啊 对 这些蔬菜 最好是玉米笋不是玉米 玉米 玉米是淀粉 对 是带壳的玉米笋 这些是蔬菜类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又可以 避开加工食品 吃的又有优良的蛋白质 又可以搭上足够的膳食纤维 那我们的强盗菌整体而言 不会被烤肉而破坏的太多 对 没错 好 那另外还有这个吃 酱料 酱料要怎么选 酱料的话 当然我们一般不建议使用 像外面一般的 调制品 万叉 一家烤肉 调制品 调制品 对 太咸 对 太咸的问题 那含量过高 没错 所以其实像这个 我会建议妈妈们可以自己调啊 怎么自己调啊 我们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像是比较清淡的 比如说日式荷蜂酱 然后多加一点葱姜蒜啊 然后去提味 那弄一些香料 弄一些比如说柠檬汁啊 对 我非常推荐柠檬汁 去搭配肉的佐料 其实都是很对味的 而且又不会吃起来这么负担 了解 好 那水果呢 因为大家现在都一定会吃到柚子 温蛋 对 这也是中秋节的三宝嘛 三宝 哪三宝哪三宝 第一个是烤肉 第二个是 对啊 月饼嘛 用起嘛 然后吃烧烤嘛 对对对 对 所以说呢 我会建议大家在吃烤肉的时候 也记得要搭配一些新鲜的水果 当然我们就尽量不要是再搭配含糖的果汁 对 我们就尽量是新鲜的水果 那现在当季就是柚子嘛 柚子其实它维生素吸含量非常高 膳子纤维的量也很高 只是要注意啦 当然对一些 长辈 对长辈 有血糖问题的人 对 因为糖很高 对 糖很高的水果 有没有一个建议的量 比如说 如果是我们一天吃的话 大家会建议大概在半颗左右 哦 半颗 对 那就是会比较 对我们的血糖可能会比较稳定一些 那如果说当然是小朋友的话 比较没有关系的话 其实像搭配足够的这种高含量 维生素吸含量水果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柚子还是必须提醒大家 因为柚类的食物在摄取的时候 它其实限制还蛮多的 比如说 第一个嘛 糖尿病患者 再来的话呢 肠胃敏感的人 对 你一吃就跑厕所 对 甚至 有些人是跑厕所 有些人是便秘 就是直接肠道塞住 上不出来 对啊 我在想 如果会便秘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那么高 对 便秘是因为它水合不够 对 所以如果啊 你有这个症状 你记得你一定要喝到2000以上的水 其实一天啊 不是一小时哦 一天一天 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啦 其实是肠道的好菌不够 对 因为好菌没有 不够就没有办法去 代线消化它的膳食纤维 没错没错 对所以让它膳食纤维可能会 阻塞住肠胃道的问题 嗯 对啊 所以说 其实像是 呃 幼质 就可能要小心 糖尿病的 呃 肠胃敏感族群 好 还有包含了 像我们一些 有在使用慢性病药物的患者 好 包括说使用一些像是 血压药啦 好 降血脂药 像那种葡萄柚也不能吃 对 柚类的 对 葡萄柚汁也不要忘记 像我们有时候买饮料 外面有很多什么葡萄柚绿茶 好 大家也不要忽略了 这个 对对 对 所以说降血癌药 降血脂药 抗癫症药啦 抗性律不准药物 其实像我在这类的个案里面 我都会建议他们在中秋节的时候 要去注意优类水果的摄取 基本上是隔开对吗 跟药物隔开 还是都不能吃 对 我会建议不要吃 因为你的药物有可能 有些人严重 他可能一天吃两次 对对对 一天两次或一天三餐 而且药效的话 他持续的慢性灵药物 药效本来就比较慢性 但是时间是维持的比较长 长效性 是 我会建议大家尽量就是 不要使用 好的 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高兴 跟蜜亚一样 是又再见面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 所谓小孩的成长管理 是 就是成长曲线管理 我觉得大家妈妈们 还是要回归到肠道健康 回归到他的就是饮食 他的作息 以及他的运动量足不足 我相信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小孩一个 很正确的方向去成长 不要过度的说 我们给他一些营养素 可是却没有养他的肠道菌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 一起来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东西 那如果大家对于肠道健康 肠道粘膜 以及如何选对菌种 有这个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搜寻蜜亚一样师 然后有跟他咨询 然后甚至他有一个 可以专门可以给你配对的方式 好 那今天我们就感谢蜜亚一样师 那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 好 祝大家都可以 让小朋友 中秋节快乐 让小朋友赢在起跑点 对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